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下今天的密友提示 笑起来很美 颜值担当春晚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中华曲艺文化园 您好 相君老师 相君老师好 您好 你好 相君老师 相君老师好 有 对吧 我就通过这个像所找到您的嘛 太好了 我从来没来过 这是您的工作室是吧 对 你看看吧 这就是和平相声俱乐部马上就要成立了 而且大家 我们这里还有个陶然讲义堂 专门的跟年轻的同志在这讲相声 陶然讲义堂 而且今天你来了 我还给你写了个字 真的呀 你看一看 是这么念吗 对 岳岳于世吧 对 滋养众生 你看 岳岳的娱乐世界也是滋养众生 这养生堂是一样的 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江中森林草 滋养生林之虫草 全是补养不养人身体 您看一下 一天就这么一贯 郑老师对我来讲太适合 你没看出我可没吧 我真是 辛苦了 杨光老师 您带我参观参观 要不然 这是我是一直长期来准备做的一个相声写的 大家在一起来回顾历史 然后在这进行创新发展 也包括我们表演方式各方面教育 现在这年轻人把这已经当成一个排演场 是啊 本人在这跟80后90后一起跳个街舞 真的吗 学街舞就在这跳呢 就在那个中间那个控场那是吧 对对对 我教你几个基本动的 学街舞你看见没有 他那个都早的时候 他都是要这么早 他叫就是 咱吃 Kle可能 咱吃 你知道这是偷梦的 来 来 他的必须有的这个 对不对 您学这个是为了 你说我 虽然这个岁数大了 但是我觉得腿脚不能够让你看出老态了 对不对 你看这里我们还有很多 就是我们这个中华体系学会 把我们相声界的这个和齐一进 这个历史在这里展现了一下 你看这是我们的长宝昆烈士 长宝昆烈士是小蘑菇 就是常氏家族当中的代表人物 他等于在朝鲜战争的时候 壮大牺牲了 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烈士 葬礼的时候整个天津万人空巷 为这么一位 人民喜欢的艺术家 一个烈士送行 这个你看这是我们相声 相声的一代宗师 侯宝林先生 他是就把过去那些俗的相声 就是那种俗的东西呢 他完了以后演变成了 就是能够让我们随着社会的前进呢 跟我们时代的这脚印网合 来这个 这是干嘛呀 拿出一手电筒来 拿出一手电盘来 往这儿伸一搁 一按电门呢 它就一道光了 这儿起一光柱 那么一光柱 你听这话醉了没有 他怎么说的 哎呀 来 嗯 你这 是我这柱子 爬上去 好 这个我们是 侯宝林先生的书像 这个是马三立老师 闹闹 我就只知道 闹闹 那一个段 逗你玩 逗你玩 对 在挂着呢 你敢说 是吧 逗你玩 好 看看 要买这裤子 妈妈 他拿裤子 坐 逗你玩 先喝一下 一会儿我救你 相声界也好像是演出界有句话 叫 《七死八不活》 《九月堂大波罗》 嗯 就是七月八月算 这种天热呀 好像这演出是不是 淡机 九月都是开戏的时候 哦 敲楼开戏的时候 所以一场演出接一场 一场演出 每年也得两百多场演出吧 每年两百多场 现在也还是这样的一个品配是吧 对 那自己的这个相声一开始是跟李文华老师 后来跟唐吉忠老师合作 后来跟戴智诚老师合作 嗯 前面的两位老人都做鼓了 完了以后给我们留学说是在把很多的精神上的营养 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唐吉忠老师 就是他那个 特别可爱 然后您是这样 他就在朋友 我过去还在相声当中 调改人家 嗯 我最反了 有的相声也摆摆摆摆摆摆眼睛 摆眼睛 长得跟老太太 谁摆摆摆 你说谁呢 就是我们当时互相调侃的时候 总经理唐吉忠 只为一年年往上升 老板的脑袋老板的肚 老板的头发像洋葱 真正让大家知道了 熟悉了我们俩 或者承认了江坤唐吉忠 这对相声合作的是 糊口瞎瞎 老虎老虎摔会儿行了 你整个眼睛你看看我 我挺瘦的没肉 哎你想吃的话 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就是三十年以前 我曾经说过糊口瞎瞎 三十年以后 我跟戴志诚呢 又重新演绎了新糊口瞎瞎 这老虎听完了 噗 你看看 噗 乖了 噗噗 噗着你没有 突然一转头 噗 这怎么意思 噗噗噗噗噗 他回到龙子里边去了 呦 去年啊 就是2016年 我个人感觉到有点相声大崩盘 怎么说呢 怎么说 整个春节往 就剩下了一段相声 然后这段相声呢 还是在十二点钟以后说的 是在鞭炮声中 震耳欲聋 大家谁 你听不见我说话 我听不见你说话的时候呢 这时候他们俩上台了 让他放鞭炮 应该注意什么 你说这是不是相声 这是不是相声 所以我在这看着我这心疼啊 我个人感觉到相声怎么能到这样崩盘呢 曾经有人问我说 你觉得现在在我们信息社会发展的 这么迅速呢 你们这相声将来还能活吗 还有你们生存的条件吗 我跟他讲了 我说我认为只要人能说话 就有相声 对不对 所以我就想了 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演员们 一定要穿上和好的一些 优秀的这种文化演唱 这样才不可以真的当成 当一个相声演员 而在相声艺术道 来表现出 真正说是一代由一代人 所塑造的美容 风采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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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想想后四十八小时咱们干嘛去 但是我遗憾地告诉你 遗憾地告诉你 你这次方向和目标有点不对 不对 对 你的这个 密友不是我 密友不是我 气氛陷入冰点 不是江光老师 怎么可能不是江光老师呢 我找一个合适的人交给你 我找一个合适的人交给你 首先说第一年轻 第二呢 长得像挺帅 帅 帅 第三个 跟你比较奔配 人家相亲姐们吧 发给你一个电话 你可以直接找他连接 江光老师推荐给我的密友 肯定错不了 既有颜值 还有本事 这人到底是谁 江光老师给我的电话 我一看就知道是谁 这个人我真的太熟了 我还没见到人呢 我已经先听到声了 为了找包包就找包包 人都没立住 Hello Hi Hello Hi 对 对 是 谁才能收的 对 你看 我还没见着你们 我就吐跳声了 干嘛呢 还练了 现在卡一动本 有点卡住了 我先说我来干嘛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是我的密友 我要度过48小时 跟他在一起 去了解他昨天他的生活 那密友的事你单独跟我说 我来个剪音车子 你说我们48小时干点什么呢 来 干什么都行 干个事多了 玩去 对啊 对吧 是旅旅游 是不是 对 旅旅游 是你们谁啊 我 我 真是我 我一个神头魁脸 来 来 来 首先来说 我觉得你们四个 真 会拉低月圆直 只有我跟月圆才是最般配的 所以说今天月圆来 只有我能称出我姐的眼睛 对 不是吧 他得多丑 只有我能称出来 他得多丑 跟我无痛减肥过来 刘正能称出你的白 他能称出你的年轻 我真的也挺显个儿的 真的也挺显个儿的 这个 你说小潘能称出你的 称出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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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好 我就是他的烦恼的中间者 这位就是我真正的密友 高小潘 外人看来 他是相声界的颜值担当 行 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你来啊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往这儿一站 那叫大家归宿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往这儿一站 那叫大家归宿 是文艺青年 满幅诗书的小先生 我们俩是因为2015年 演出北京台春晚小品 恋爱到续而认识的 后面的时间里 焦急甚少 但因为他的敬业 认真较劲 我在心里 是很认可这个朋友的 也希望更多人看到他这个优点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马上要进行48小时的密友之旅了 你也就不用推脱了 好吧 对 谁去 我去 我去 知道为什么 毕竟我是北京台的女婿 你叫全国好闺女 分手吧 我不爱你了 你再说一遍 那时候 不爱你了 你再说一遍 我不爱你了 你再说一遍 我不爱你了 等小潘我不爱你了 什么适合 什么不可 别做我女朋友了 最近还是依然努力着 配合你的性格 你的追求着 你的坎坷 我可以 做我老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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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人呢 不善交际 个性耿直 这一次需要走新的蜜月之旅 我早就预料到 会困难重重 但是真的没想到 这阻碍来得这么快 言归正乱 48小时时间很紧的 你们在干嘛 我们那拍练呢 排练呢 我说你什么意思呢 你要跟我们一块儿排练 还真行 咱这里呢要其实关于这个 这是歇会儿 还没干 让月夜反串 不是你这叫什么话 还没干过这个 我跟你上了两届春 你给来一句没干过这个 月夜还是得捣乱 可以可以 不要捣乱 我跟你说春晚真的要没你讲话 月夜讲得更好 这话我还听 对不对 什么是我们没干过 我们干过两次呢 听我说 咱不能为了上节目 就非得拉一个知名主持人 咱们这个节目就实际上说 第一就是说向着 先把这事先干好 你弄出真没有意 没问题 你激情发挥 咱不是没合作吗 不不不 随便说 也不是咱们晚上剧场演出 这我们是真摆票 这也别 咱别对付 我觉得这件事 不是你没事 你怎么知道是对的 你好好排一遍不就完了 对啊 咱排一遍不就能行吗 从向着的技巧来讲 月夜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又有幽默感 你们别逗了 而且 嘴皮子利索啊 我只有一小段还是可以的 没问题 不可能 咱们别为了上这节目 咱就多水 最后这节目让人笑话咱 不是不是 这咱都是干这个的 不是你这事都干这个 你没弄你怎么知道谁笑话 别让人家同行一看就行了 你和他不来 咱们已经现在卡在这了 不不不 我觉得 我觉得这肯定不行 这肯定不行 我想想 他倒是润滑剂 你干嘛 我想想 不太靠谱 演员都还没弄明白了 你突然再加一个来 就捣乱 真的捣乱 不能这么干 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来做这个节目 我是希望让电视机前的观众 看到高尔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其实 他在镜头前的很多表现 是让人有距离感的 他没自信其实 他真的因为没自信 高尔潘上次跟你排 那个春晚那节目的时候 一呀 极度不自信 他私下里跟我们 一定要拿出专业素 让人越是专业怎么着 他能说这话 什么心里是认可的 他最近一是年底了 各大晚会来了 二是他不是现在弄这电影 我看到你们在弄春晚 对啊 电影 电影 真正引入一个 一个传统像上的作品 咱们别对付 只要会说话就是相声 相声哪那么简单 临时把月月夹 你其实是有很大难度的 所以我也琢磨琢磨 我不是专业的 就是观众一看 我就知道月月来跨界了 跟包袱关系很好 来演一场 大家能理解 即便是我有我的 也没问题 瑕疵 可以 你就去 你去 对 你去找他去吧 没事 辛苦了 没事姐 门在那儿 门在那儿了 甩脸的是吧 没有 下来就开始 真不是 那也不能从中途就走了 我觉得就是被对付 真的 现在有点就是 没有 不会对付的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首先来说 一个节目必须得排练 现在呢 排呀 对 是排 就是现在就是很尴尬 今天还得给你 再重新顺你的稿 如果你突然加入 然后还得给你排 还得调状态 它所有东西都是时间成本 就大家是在浪费着 很多事 我觉得 我觉得别太对付 大家都很对付 就是因为这48小时 是特别重要的48小时 就是我得先从你熟悉的领域去 让大家看到你在你熟悉的领域 是什么状态 很了解我 对 我是 本身就 对向上这件事 是一个很纠结的人 是啊 你就是笃定一定不行 是吗 你要是笃定一定不行 我们就停机 导演组开会再重新想 什么 因为我们的出发点 是希望大家看到 不一样的小盘 至少让所有人看到 我眼中的你 但是你如果不让大家去了解 所有人都不会知道有多难 这是肯定的 你让大家看看 传统先生诞生是什么过程 你如果在这个环节 就拒绝我们的话 对大家了解你 以及了解现在 这群年轻人的纠结 对 哎呀 很纠结 这个很纠结 这样我们现在先 先爬一遍 我们对啊 我们先看一下 不行不行 你老是 你老是上来就先说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 这是你 是你一直以来 一直以来你 我知道不是你 是因为我每次做一件事 是要思考很久 才决定怎么做 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我才会去做 对啊 所以你要带着大家一块去努力啊 好了这样 我们 卢马力 来试试 不行 你怎么反合成我劝你了 每次都这样 我很惯着你嘛 那进去排排 来 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走 我让你试试试试 试试 试试 有我呢 一定能够把你这个 朽木 给你调成一个精凉的 碳 给你烤糊了 不好笑 是 我也觉得不好笑 只是化解这尴尬的气氛 你觉得化解了吗 没有 走 让你先排一下吧 开始干 至少让我先看看是什么样子 行 对不对 走起 你试试试你懂不懂鸟鱼 那我不懂了 那我表演出来你就懂了 鸟 鸟 来笑什么样 面带笑容 我们现在这边聊得也都差不多了 我们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先让我看看都有什么吧 先看看 目前是什么样的 卢正 第一篇你上来 那我先来 你有什么特长 我有什么特长 我演得像 你演什么像 比如说我学个小孩 小孩语 巨公 亲爱的叔叔 阿姨 老师 同学 大家 你吓得我 你的孩子是哪儿的孩子 天上看 满天星 地下看 一个坑 坑里看 冻着冰 冰上看 老话说的好 若想台前显贵 就得背后受罪 这拿到台面上的 就得是个作品 小潘的担心和执拗 我是理解的 各种草药 快三时代 大家都想快点笑 可是光逗乐 就是相声吗 表演相声 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但是我只有真的加入一次相声创作到演出的过程 才能用我的眼睛和体会告诉大家 这些年轻的相声人正在经历什么 相声绝不是一日之功 可神经紧绷也的确不利于创作 可能最近因为春晚的作品 然后电影马上要上映了 然后压力会比较大 状态也不是很好 所以就会有些情绪吧 作为密友 我得想想办法 你来北京多少年了 2003年 15年了 15年前你有想过你能在这儿安家吗 想过 15年就这么想 所以我老跟我很多人说 我说我扛着一床背后进的北京 大不了就扛着一床背后再给老家 所以说 因为你知道吗 我 特别因为到了我这个年龄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这个年龄 就是就会到了很尴尬的年龄 我身边很多朋友突然的就没了 然后就在想 我们要给这时代留点什么 就想 我们要留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往留若干年 一百年 两百年之后大家在议论的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历史存照的事情 影像会记录我们 没错 每一个脚印 是点我特别赞同 所以我特别纠结的是珍惜每一次的录像 呈现好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一定能成 凭借聪明才智和美貌 好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本该灿烂过一生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 还在人海里浮沉 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早就告别了单纯 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却换一身伤痕 像我这样一样 然后就在想 我们要给这时代留点什么 就想 我们要留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往留若干年 一百年 两百年之后大家在议论的东西 有多少人 你去哪儿啊 回家 我送你去 你是一个最难的合作伙伴 你也是一个最难采访的嘉宾 你有毫不掩饰的戒备状态 即便是我们已经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我总觉得我是一个特别自卑的人 我明白你也不是说 不想让我加入 你只是担心作品的质量 不想为了做节目而去糊弄一个作品 对吧 我懂 找一个老的段落 然后我们去寻找一些新的灵感 对啊 现成东西 不想能够保证效果 在原有的现成的段子上做一些 呃补充 对 因为我也希望能够在里面贡献一些 好笑的啊 或者贡献一点知识点 可以啊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去一个地方寻找灵感 嗯 好耶 来 来 成本一块 ως 南昌有我特别想来体验的一件事情 对你会有帮助 是你喜欢来的地方 怎么会对我有帮助 我觉得那件事情会 因为身心有很大的放松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你需要的 可能很多事你没有尝试过 你不知道它能给你带来什么 所以你试试看 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益 好 对你和人类比较心怀期待 你先把这个带上 来 这 下车 看着好 好 好 小心小心 前面有两颗球 两颗球你别吓我 好 走 走 这种越来越感觉不是什么好事 跟你以我对你的了解 犯坏之前自己已经先乐出来了 现在你可以摘掉眼罩了 好 好 中国最高 南昌之星 我去任何一个城市 我都很想去坐一下摩天轮 一个是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样子 另外一个是它真的是很放松 那是你放松 不是我放松 太高 你恐高吗 看着我我都害怕 这真不行 真害怕 这解不了压 高老师 我这给你放了一个 这不是你的书吗 高老师 别怂 别怂 真的没事 我跟你一起坐 我跟你一起坐 你没事 我有事 你感受一下 是 可以 这是 可以 可以走 那你真的有害怕 那你自己坐着吧 我走了 别别别 你等会儿 真的没事的 走吧 高老师 我先慌慌 溜达溜达 别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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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的 我 往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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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咱们南昌之星的工作人员 你好 对 给大家鼓励吧 让他上去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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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他 他是不是歪呢 对 因为我往前放 尽量别动 我觉得突然特别高了 你又突然特别高了 现在也就到 你看一下90点 尽量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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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点多的位置 尽量别动 他有点晃 感觉晃了吗 晃晃晃晃 他一直在晃 因为可能有一点点风 他会很轻轻的那种 对 咱们别走 你觉得晃了是吗 对 特别害怕 那你就别坐门口 再来晃个地方 你坐这边安全一点 你站起来就可以了 真害怕 我想就这么着保持个屏口 他就不会晃那么大 你不觉得很漂亮吗 对 你知道在高处你会发现 我们特别渺小 所以你在高处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 为什么不敢去录那么多线 和录那么多综艺 因为有的时候 就怕做不好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怎么会做不好 就会做不好 大家需要的是一个搞笑的艺人 我又不是一个特别搞笑的艺人 生活中恨不得都一句话不说 特别闷 谁会愿意请这样的一个嘉宾 就怕请了之后 在高处在所有人眼里 都应该是一个搞笑的人 特别逗的人 然后特别能说会道的人 可是当他请了高处之后 发现高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可能会在所有人眼里 他是一个减分项 我请问你上养生堂 对吧 我觉得楼岛生活中大大咧咧 跟小姑娘一样 真的 该开玩笑开玩笑该闹闹 完全看不出来这个岁数的人 哪个岁数 哪个岁数 送我回去 哪个岁数 他不会说话 他真的不会说话 来楼乃鸣楼岛来参加节目 你记得吗 没有人觉得你是冷的 那个片段出来之后 大家都觉得 小潘是一个很感恩的人 然后是一个很活泼的人 是你自己那么觉得 而且是你自己先抵触 先害怕 我以前会害怕 我有一段时间会怕到 连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做综艺的时候 这三位是我们的点评嘉宾 但真正给到我们的每一位选手 每一组演员投票的 是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所以你们手里都有一个表决器 他们的命运如何 他们能否登上北京电视台春晚舞台 就看你们了 再一次的掌声 欢迎大家光临 谢谢你们 然后我当时也是连一句完整的话 都讲不出来在电视上 就每天拿着麦克风 在欧哥旁边点头 那是我主持生涯 从开始到后面 我觉得最艰难的一段 就是因为我太想好好表现 我太想通过那个节目 让别人觉得我好像能做综艺 反倒 什么都不行了 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 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找到你自己的语态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没有人说 所有的艺人都必须是搞笑艺人 没有人说所有的艺人 都必须是只能好笑才能生存 不是的 你可以是你自己 对 我地理很差 这片水域是 干江 那我们报个地名吧 高老师 好啊 来 三 二 一 走 青河 沙河 昌平县 南口 青龙墙 康庄的淮来沙城保安 夏花园 新庄的宣化沙岭的宁远 张家口 柴沟浦 西湾田镇 杨高县 俱乐部 报这个地名的那个灌口挺好的 而且还是很显功底的 可以把它放到作品里 可以 可以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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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顶了 我 我坐着行不行 站起来就是胜利 站起来你就在中国最高的摩天轮上站起来 以后你就不是一个恐高的人了 你就不是一个恐高的人了 你看你做到了 对 我很多是能做到 对啊 能做到为什么不呢 就是很紧的 这么不稳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来 你们俩开心一点 靠近一点 你看 好好的 什么事都没有 对不对 别动 别动 千万别动 你千万别动 吓死我了 他为什么在晃 因为他是正常的呀 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社会 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改变我们自己 我特别愿意 在南城之心去改变我自己 会努力地放开自己 让自己更好 不再像过去了 不再像过去了 自己一个闷头写一宿作品 然后跟每一个作品 跟每一个人较真 跟自己那么较真 一定会 哇 我就没想到南轮之心 没有这么大的原因 我们也跟世界说 请给每一个努力的人 多一点时间 太好了 终于下来了 好 手打开 手 高一点 高一点 打开 没有啊 对 来吧 快来 快来 吃早饭了 我看到了乌云背后的眼睛 看到了幸福县 看到了紧绷后的释放 看到了一个大男孩 该有的孩子气 接下来 我们要去一个美丽的地方 开始我们第三个作品的创作 给你介绍一下吧 这个墙的雕塑上面有很多 古代的医学著作 还有历代的名医 对 扁穴 张仲景 伤寒杂病物呢 对啊 我曾经真的有一个梦想 不说像是 真的想当医生 对 你跟我说过 你不还想学吗 特别想学 你没见过人学呢 对 华佗 这些是不是也可以融入到相上作品 当然 相上也有 有吗 有 里头有一大段的 是跟药材有关的 这么一个作品 有跟医生有关的吗 还真没有 你可以把这些医家写下来 对 其实这个我们找最有名的就可以 然后他们出的一些论注 知名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往里放 所谓采风 寻求灵感 这不就是吗 对 看看景 然后了解历史 进去吧 清山绿水 好的 欢迎来到江中药谷 我带你参观一下 好啊 这是一个智能车间 无缘操作 没人吗 所以你看到的也是一个传统跟现代的结合 传统的是西洋森林之虫 它是很棒啊 那现代的话就是现代的工艺 科技 但它没有杂质 吸收的这个效率很高一点 尝尝看味道 没什么味儿 不是苦的对不对 对 你不会担心它会就是味道奇怪的那种 但这个其实很适合老人 因为老人体恤的很多 因为老人体恤的很多 我觉得你也可以给你爸妈试试看 好 我现在已经有力量了 带电脑了 我们可以把今天我们想的那些 都融到你原来的那个本子上 然后就直接就改出来了 就是说的那个名医的那个加进去 摩天文上的那个暴地名也可以加进去 可以 还有那个要的名 你不是有那个 对 那个有简单 我加入也算创新的一部分 可以 因为我愿意在你们的舞台上真的感受一下 就是向上演员说向上是一种 可以 什么样的感觉 可以啊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我说 《恋爱道序》是你写的 而是根据个人经历改变的吗 是不是这个问题很刁钻吗 是吗 有 有自己的影子 有自己的影子 会有自己的影子 因为 因为我 我不是北漂吗 然后上学的时候就会 有很多这种憧憬和这种影子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 都经历过 大学毕业 在我们都能嫁的和能娶的年龄的时候 男生都没有娶 后来呢 突然经历了很多之后 女孩等不起了 男孩也没混出个什么样来 女孩就找到了一个真正能够给她幸福和爱她的人 都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我到今天的经历 这跟我来北漂的经历都受着很多的影响 那个时候真的是从地下室一点往上住 那个时候小 总是会幻想很多未来 所以就有了这样子 有人陪你住地下室吗 那个时候 还真没有 她上学 跟我住地下室 但她会来 她把从学上打了饭 然后给我拿来 嗯 我也想跟你有一个家 我省吃俭用 散了一张卡 我去让她过去 公交卡呀 从不喜欢你 空调车别坐 这也太心酸了 后来就真的从地下三四层往上搬 对 就那会儿最大的梦想是住一个带窗户的地下室 然后租平房 那会儿觉得羡慕你能够租平房 我觉得她不用那么吵 她时间污漏 然后就开始幻想着 什么时候跟别人合租就好了 可以去厕所了 有自己的厕所是吧 对 那个时候你没有收入吗 也有非常少 那个时候 那干了挺多了 游七公 祷告 捡过瓶子 那时候住河门西街 然后就走到理工大学 捡了一道瓶子 然后脸上又又很要面子 就假装背了一个双肩背 弄了一个胯包 然后拿了一塑料袋 然后装装装 当时是卖了七块六毛钱 吃了一份鱼香肉丝盖焦饭 喝了一碗鸡蛋汤 剩了四毛钱走了回来 就这个瓶子做的鲜花门 是我捡了好几天的瓶子 亲手做的 上学的时候 不怕你哭 你说你最喜欢指飞机 我跌了好几宿 这就是我认为 给你最浪漫的婚礼 后来我有钱了 主持婚礼了 活也差点多了 然后我又点了两份鱼香肉丝开交饭 吃了一份夫妻废片 然后一边吃一边掉眼泪 就觉得我的日子 开始好了 所以其实《恋爱到处》 是个童话故事 就是台上演绎的 都是最好的 和你渴望的 和你不曾拥有的 可以做烤的 一边的 你不会做烤的 你觉得很有趣 那就按照那天我们队的那么改 但是我很担心你 我又很担心跟你合作这个 因为你肯定要特别较劲了 来 这是我们后台 回来了 我回来了 放钱吧 特别没有默契 我活着回来了 听不懂 听不懂容易 平时你摆着就摆着 不是 我们这么打赌呢 这回去如果是个比赛的话 谁赢了 你不让的点 信息量大了 信息量大了 我们把词对一下好不好 人家都不想多聊 直接就赶紧就工作 来 咱们先来一遍 先把词咱们先弄明白了 哪不通顺呢 就行 我来不开始了 行 你可以调侃我的长相 再调侃一下 你调侃一下我的长相 然后我再 今天是我们的虾包铺啊 相声专场 打我这儿呢是头一场头一个 压轴好几个 节目都在后头 头一个的这儿呢 就等于什么呢 您各位上超市买一大桶洗发粉 我是那赠品 词够价 不不不不 哪可不能够价 哪可不能够价 不是雷哥但我觉得你那个特别好 说不上来的时候真的很像中风 两手准备 如果你说的辈儿流利 你就是气虚 如果你说不上 那就是中风 我就气虚加中风 想来这边吧 别的一会上台了 咱都机灵点就完了 他要是哪句说有问题的 咱们就给他转着吧 你就自个儿追自个儿词吧 我不跟你们对 我自个儿弄我对 哎呀 你干啥 干啥 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见过他在后台 他一般在后台就是送嗓子 然后就不知声 是不是这样很深沉 我们这行也这样 就是干多少年上台之前 都还是会紧张 紧张说明你在乎 就我们这行只有一个可能就 忘词 观众能帮我看看观众满不满吗 今天大伙这么热情 这么高兴 咱们多来一会儿 多聊会儿 因为今天我没有准备演出 原定也没我们哥儿俩 高潘给我打电话 说干爹 我呀 刘宇宇宇宇宇求你了 你得来 我说我不能去 你们还有这关系呢 全满 今儿一个空座没有 哎对 你穿什么呀 牛仔服 那可不行 毕竟是舞台 你也得穿大腕 对 戴眼镜都不行 都不行 你看我高度进去 那你一会儿上去的时候也不能吗 不知道 相上所有的相 老先生说的相就在这一块 这就是相 脑门 得露出来 就是脑门 你以为呢 过去的先生们老师们说 你要是奇装异服 不听你说了 你会吸引他的注意力 这个像蓝木棉的脸 来 这人叫大天窗 我的天哪 这位没了三窗 我觉得好像哪里乖乖的 哪里乖乖的 看着有点变 我今儿在前面呢 你这袖子不一边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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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一事来查 你教你一个姐 把手撑开了 这么着左右的活动 这个演员啊 多重介绍一下 说是我 张博熙 这是高英培高先生 死了八年之后 收的毒钉 哎呦呦 对他呢 也是严加管教 那怎么管教我啊 经常的给你拖一拖梦什么的 是啊 哎真是 昨天晚上老头还给我拖梦呢 啊 跟我这么说的 小子 有机会叫你搭档过来玩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就在大家紧张准备时 一位改变高小潘人生轨迹的神秘嘉宾 也悄悄来到了演出现场 我員手 council說哦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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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还 过来吧过来吧见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都说今天节目当中 有一个重磅彩蛋要送给大家 所以马上带给大家的一场 就是热气腾腾 新鲜出炉的 说学逗唱之论养生 上台主持人抱错了 其实安排的是 我一个人的单口相声 单口相声不好说 项链演员四门功课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月月 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 你不是那个什么 好好介绍 养生堂 我是大医生 大约人长久那个 月月 这是什么发音 月月月 我跟你说小超 有人跟我说 你们嘻哈包袱铺 好多演员身体不大好 你说我们这人身体不好 好几个身体都不太好 太对了 没错 我跟你说 忍他们好久了姐 今天你来整好 一会儿全都耗到台上 有病治病 没病也得治病 今天绝对给治好了 你就说到底谁有病 丧失了相声的幽默 幽默就跟你说的 越说越丢了 多好玩 亲爱的各位观众 这就是典型的狂躁症 狂躁症的人啊 你看不说话的时候 面部表情非常带志 说起话来自言自语 我能有病吗 我没病 怎么这么倍儿 什么玩意儿 你看容易毁东西 典型表现 不是你这怎么一上来 就跟我说的有病呢 超 现在的情况还不是非常的严重 建议大家服用江中身灵草 我是真心为你好 行行 后台来个身体好的 来来来来来 岳岳 什么眼神啊 我特别喜欢岳岳 我特别 你瞎呀 来说来把眼睛睁开 看我是谁呀 小叉啊 小叉 这谁 岳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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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岳岳 今天来这跟咱这拆台来了 谁呀 他呀 说咱有病 说我 狂躁症 狂躁症 你说整个瞎包裤 谁不知道 我皮的最好了 我跟你 人呢 这还不狂躁 你说这不开完穴吗 开完穴 对不对 你身体好啊 你治他 不能让他给你找出病了 说学逗唱你挑一种 你只要把这绝魂一亮 我就知道你大概是有什么毛病 我演一个十岁小孩讲故事 怎么样 我听听 今天我跟他家讲你都要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自相谋盾 其实呢 角落地 有一个年轻人在卖武器 他卖什么呢 卖毛和盾 我一个白胡子老人过来拍摊 他的肩膀梳 年轻人如果用你的毛出你的盾 会是怎样的呢 年轻人听过之后彷徨了 就你这老头事儿多啊 你年轻人 我看出了毛病了 你这表演哈 你一顿一顿的 哈金森或者是老年星震颤颤颤 十岁孩子我得老年病化 唐家 老爷 你这属于早期的面部神经炎 你知道为什么会得这病吗 因为面部如氧这个神经的血管血须 须是万病之源 你信我一句 哦 我虚了 申领草堂开的本是老药铺 十大名义 有匾鹊 有华陀 送辞 葛虎李时珍 欢气郁节 中气不足 这是气虚 请服用江中申领草 一堆人都说病了 我给我们领导叫出来 说得好像我很怕他一样 你明天 葛虎你有什么病 我没病 说一个吧 你要老不说 我都忘了你是说相声的了 当然了 我肯定会说呀 你想听什么呀 口气不小啊 我想听一段跟药材有关的 炸药的刀 晾汤汤 各种草药 您了先肠 先炸牛黄与狗 保这个后炸 冰朗与麝香 讨人陪着杏仁睡 这个二人睡在了神香床 睡到三更 焦白夜 胆大的木贼 一跳金墙 偷走着水银 五十两个金毛酒 叫汪汪 又丁香他给陆荣去送信 人参者才做大刀 扶手抄起来跟走混 混混打开了人皮上 打这个人皮流鲜血 鲜血的摔下来 怎么样 怎么样 我直接可以喝神灵草了 还有一个暴地名我记得 就是一个地图上 从这儿说到那儿 地场子来的吧 好不容易听 传统曲艺 掌声鼓励啊 走松江 浙江 嘉兴 少兴 宁波 台州 温州 附近 福州 南平南亚 长沙 城的贵州 沟州 沟州 安水 云南 空泳市 广西 南京 桂林 广东 广州 本雷州 到香港 我还想听寂静的小段 太阳一出赵东方 药谷里面有一个小山庄 山庄里面好风景啊 山庄外面好风光 风光好这个好风光 里面又卖草药 烧带还有这个小偏方 人生狗奇能补肾呀 撕了撕了 沉拉皮来 谈见尾城 《西哈包护铺》 跟大家呈现了一个 我很业余 但是各位老师 很专业的一个演出 今天呢 其实我们 单约人长久栏目 给高小潘准备了一个惊喜 2018年 西哈包护铺就要十年了 这十年 他们走过了非常多的艰辛 弯路也走过不少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人对小潘来说 有着非凡的意义 掌声欢迎冯老师 我师父冯春岭先生 师父 那个我没病 很感谢我的师父的 这个演员 一生当中 可能有两个父亲 一个是自己亲生的 一个就是师父 父亲给了你生命 师父给了你吃饭的本事 谢谢我的本事 就觉得大家很喜欢 你是不是嫌弃你师父 没有名气 怎样 我说从来没有 如果嫌弃好 早就拜别的师父了 没有 我很尊敬他 我从小跟他长大了 曾经十九岁那一年 基本上很多的相声演员说 这孩子得离开北京 理由是 就觉得我哪儿都不对 性格 我觉得十九岁应该比现在 锋芒更外露吧 对 来之后 我师父请那些 所谓的相声演员 吃了一顿饭 这孩子十九岁 他能坏到哪儿去 如果说我徒弟真做错了 我给他们赔礼道歉 因为小胖最喜欢我的油画 我把画送给孩子 要鼓励他们 要有一定的寓意 出无你而不然 让他永远的那么 洁净洁白 清水出芙蓉 本身那个小胖 就是对艺术 非常的尊重 崇尚 而且他做出的一些节目 也非常的雅致 希望大家 喜欢他 喜欢这种相声 谢谢师父 谢谢 送给你 谢谢 我特别想看一段 师徒同台 大家想看吗 好 这个压力还是很大 一点点 一点点就行 好不好 让我师父来 我捧个 前面就我到山东去了一趟 走在中途迷路了 大哥我问你啊 我要到王庄乡怎么走啊 老大爷怎么说啊 我说那个 小老弟啊 你那是总骂你啊 因为这个作品是我从小看他去演 以前呢 是叫老大爷 今天变成老大哥 一字之差 能够感受到我师父爷来 我称赞 我说了 以前是小伙子 现在是 小老弟 人都很老帮子 嗨 过去那时候 你说这是冯春岭的徒典 对 那对你有一些照顾 没错 到后来现在行了 现在人不认识我呀 到哪儿都介绍 这是高小畔的师父啊 哈哈 我沾你多手 我沾你多手 他们坚守这一方舞台的 执着的心 刘钊他自己呀 半路出家 他不去上班不挣钱了 来说向上 那会儿说了两年 一分钱没这个 就是爱的 影视剧 拍个戏 音乐剧都转一圈 但是最爱的还是向上 心情法很简单 能坚持下来就是爱 先可敬 才可爱 尊重传统 方可传承 感谢向上人的坚持 我们才能一直有故事可讲 断此刻 传于五辈门人 诸声须当静听 自古人生一世 须有一技之能 五辈既有与私业 便当专心用功 并有钟言几句 门人务必遵行 说破其中厉害 望而日上争争 这就是我的密友 高小潘 她的偏执和纠结 不是人人都懂 她的作品 不是每句都好笑 她的表情 有实物 表她的内心 但是我总能看到 在她好似 无间不摧的 犀利外表下 那个有风骨 好钻研 不太懂事故圆滑 却会为了自己的热爱 而奋不顾身的决心 本节目由江中集团 申灵草冠名播出 感谢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新浪微博 网易新闻客户端 扎克新闻客户端 一点资讯 大姨妈APP IDOLAPP 影视头条 巴刹明星时尚 超级新饭团 直播 前程无忧五腰兆 超级课程表 范米粒 WiFi万能钥匙 新发布 未饭APP 卡拉多彩首帐 欧沃 有力网